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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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留步提供 이것ов次辨知指明 sane的图状 究竟什么 searching是数据稼 所以收留45分钟希望大家到了解它基本的内容许密 包括情况内子的移民over 世界各地 į content 使用仅的一些古人的智慧 首先跟大家讲讲传统茶疗 因为传统茶疗是大家都一定不会觉得陌生的 我们看到幅图,我们有丹尾茶叶 我们会想起什么? 普利、香片等各方面 花茶类,我们会看到什么? 想起玫瑰花茶、菊花茶等各方面 而代茶饮呢? 我见到在座各位,代茶饮可能就在想一想究竟是什么 可能你未听过这个词语 但我深信大家一定有饮用过 我们稍后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茶疗,茶就是茶 那为什么叫疗呢? 究竟茶叶是否可以做到一种疗法的效果呢? 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在东汉的时代 最早的中国的首200年 神龙本草经 如果有听过神龙这位人 即是我们中药的始祖人物 神龙尝百草 一日尝72种毒 最后用茶来解毒 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当时他自己写出来 都形容其实茶是有他药用的价值 但如果我们要确确实实去认知 究竟哪一个的朝代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 会认为茶疗的重要性 在保健和治疗上 就是我们一本叫做 《本草十围》 陈藏器先生留下来的一本文献 他里面写得很清楚 诸药都可以医百病 但茶是可以治慢病 即是在一个唐代的时候 原来在我们这些这么著名的中医 在他们见到这么多不同的症状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原来茶的应用 这个范围可以这么广泛 在我们茶疗的重要性 其实在哪里呢? 大家要想一想 其实除了由以前 我们由一片片的茶叶开始 去到中间我们清朝 或者是明朝 或者各方面 我们慢慢演化出不同的东西 意思是什么呢? 不只是我们普通拿茶叶出来泡一杯茶 是我们对茶 或者对草药的加工 后期衍生了不同的剂型 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包括什么呢? 软剂 就是一粒粒粒 粉剂 甚至我们用来浪口的粒 譬如牙肉肿痛 有些的中药或者草药 我们会加到水里 或者是沿沫变粉末 然而我们在口里浪口 就做清液或者杀菌效果 它是衍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剂型 和中药的演化出来的 说到这里 其实我们的茶叶 无论是丹尾茶叶 花茶和代茶饮 其实都是希望做到改善健康 和养生的效果 接着都是我们中国 差不多几千年的文化 但究竟代茶饮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 先简单地说了一些叫做丹尾茶叶 其实我们中国的茶叶 有分绿白黄青红黑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不同它们的酝酿时间 和发酵时间 新鲜采摘的 绿茶大家喝得比较多 就是它的草本的味道 也会比较浓一点 和明显一点 而到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或者放的时间越长 包括我们的普利 或者各方面 茶里面 因为它随着时间 它的沉淀 丹尾的味道也会更加重 大家会觉得有些苦结味 或者什么 也会制造到不同茶的功效 和不同它的色彩和文化 我们除了普通的茶叶之外 我们也有常见现代 相信大家现在现代的人 除了我们年龄比较大的 会饮我们的丹尾茶叶 其实花茶目前都非常普及 对比我们以前古代来计 因为现在现代我们的运输 各方面 我们种植不同的花茶 技术都相对成熟 产量亦都得到保证 得以更加普及 如果我们想起几百年前 甚至一千年前 如果大家住在一些很热 或者很寒的地方 想想要喝一杯花茶 多么困难的事 但现在在现代的社会来计 要喝花茶就易如反掌了 因为无论运输、储存方面 和使用 都有很多的指引给大家 对不对 那说回花茶 花茶常见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图 纷衣草茶 玫瑰花茶 金银花茶 大家应该听得最多 金银花茶 最主要就是抗菌 抗病毒 抗感冒的功效 但是那些图 其实这六样的茶料 都是大家常见和常饮用的 唯独是金银花茶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茶料 它们为什么有功效呢? 在我们中药的角度来说 逢药材 或者逢令到身体有些改善 改变的地方 若有三分毒 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改变幅度越大 它的毒性也相对越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普通喝下的玫瑰花 或者百合花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金银花 如果量控制得不好 的确会过度寒凉 甚至现代反应 有些人会畏捕不息 所以这些要小心冲跑 也正正我们开始听到 一些问题就是 茶疗有很多种 不同的功效 但是在座各位 或者我们香港市民 或者我们整体亚洲区的人 要用的时候 每个人究竟要喝多少呢? 这就是大家未知道的 OK? 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之后的介绍 不过也可以再说 如果百合花茶 相对地比较平和一点 其实任何人都适合喝用 分衣草茶 大家问 分衣草茶应该问得多 其实它喝用的时候 会令人放松一点 比如有些朋友 可能睡觉睡得很差 常常会发梦 压力很大 其实分衣草茶 它有相对应的功效 不过 它的味道 就不是个个人接受得到 在我们临床来计 我都发现了 其实十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四至三个人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接受到 喝用分衣草的味道而已 究竟大家觉得分衣草香不香 但喝不喝得下 就要看个人 所以其实除了我们说分衣草茶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茶 比如伏神 各方面的配合 其实可以令到睡觉各方面 是有相对应的提升的 好 那就开始到这个代茶饮了 那代茶饮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茶疗的认知 大家都说茶叶是 不理我们是帮助什么 腸胃方面的消化 去油脂 这一方面 其实在以前的 我们叫本草干木方面 都已经有提及到 我们要解离去油脂的话 就非茶也 即是得茶 是最直接 在我们中国来说 是这样做的 而代茶饮 其实它的组成 是没有任何茶叶的 代茶饮的意思 其实是 它是用所有不同的中药材 去结合 成为一个的饮料 那我们就叫代茶饮了 相对于刚才那两样 由于它是由纯中药去组成的 大部分 而没有茶叶的 其实它的功效是更加强 和需要指导性的 举个例子 凉茶 我们大家喝的鸡骨草 或者五花茶 以鸡骨草为例 鸡骨草 大家可能是平时喝的凉茶 你都不会看到有茶叶包在里面 但是大家叫它凉茶 对不对 但是它也是性质比较寒凉 偏苦一点 它的祖方也千变万化 不同气候 不同环境 不同地区的人 用的凉茶配方都不一样 但是它的功效 我想问大家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凉茶和菊花茶来比 大家如果只要清孽 或者我们要降火的话 我们传统来看 你都不会觉得一杯菊花茶比一个凉茶的配方 对不对 而另一方面 我们还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可能是保益类别 现代人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最简单的祖方 三红茶 杞子 红棗 红棗 和山榨 三样东西已经是一个叫代药茶 当中也没有任何茶叶成份 但是它也可以做到补血 增加血液循环的功效 各方面淋淋淋淋淋的 保益方面的方向 我们这些代茶饮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们代茶饮有一个很好的特征 就是它的性质方面 其实以保益作用来说比较平和 而且容易冲泡 亦都适合大众去使用 对比一般我们经常去理解的 单味的茶料 或者单味的茶叶或者花茶 其实它们性质是偏寒良一点 亦都不是每个人是适合的 OK 我们了解了这几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又想回现在 其实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时候 我们有以茶代药 有药茶结合 包括花茶 花茶会怎样 我们举个例子 玫瑰花 它可不可以配一些绿茶呢? 可以的 菊花可不可以配泡梨 就是去茶类不是菊泡 大家都是可以的 那就叫药和茶的结合 但是如果以药代茶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就比较自己少做些 但是也会有喝过 但是究竟现在现代来计 我们再要将我们 传统几千年的文化 继续去推上去的时候 软化成什么呢? 因为大家其实生活的习惯 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 我们会看一看 究竟和大家探讨 究竟未来 或者有些什么 是我们香港已经在做 有些技术是如何 将我们传统的茶料 再进一步去带到下一代 可以继续去使用 和用得更加准确 还有记住 刚才问大家一条问题 假设我们想喝些 金银花的茶 究竟自己要喝多少 都是未知的 我们就立即去看看 首先这幅图很厉害 我们的前人智慧 真的十分厉害 因为我们可以将茶料 分成24种传统的功效 24种 究竟要用多少时间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以前的科技 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 我们有听过神龙上百草 甚至是究竟我们怎么知道 茶料究竟功效行不行 知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大家逐步逐步逐一只一只去试 我们中国人用药用茶 用各方面 我们是一个经验的学科 喝完感觉是怎样做记录 当然有人喝完之后 肚痛或者中毒 是我们这些经验 用人命 或者我们各方面的智慧 去累积回来的宝贵 我们当然不能流失它 而他们透过那么珍贵 都不知道我们的前人 用了多长时间 去制定这24种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无论解表清烈 解表是什么 我说笑 解表就是我们解除一些表面的 感冒各方面 就是表面的症状 就叫解表了 例如什么 鼻敏感 例如可能是 有少少微汗 个人发冷发热 就是表面的症状 我们可以做到解表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用什么呢 有听过是菊花、桑叶、薄荷叶、紫苏 这几样东西来说 紫苏更加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菊花 我们都可以当是花茶类 桑叶和紫苏叶是中药类别 而紫苏的发行 透气功能是特别强的 使用上也需要注意分量 我们藉着去 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理血、理气、消食 即是我们食制 因为我们吃的 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于我们食制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们发现 无论是单味茶叶、花茶、代茶喝 我们总有消食很棒的配方 举个例子 大家经常听的 山楂牙 甚至是我们将不同的药材 再炮制处理 变成神曲 这些都是有很强的消食功效 甚至我们对食物 包括白萝卜 例如我们食制了 有些白萝卜去吃 是可以做到破气消制 这些我们都非常有研究 我们在这些茶疗的养生 24种不同的茶疗的功效来计 我们发现也有一个新的问题 听我这么说 就是怎么用呢 究竟我们作为 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 传统的茶疗文化 除了我们在家里 冲着普里、菊花茶 或者怎么样 怎样可以将这些功效 发挥到 令到我生活 真的可以得到 养生、拥有和改善呢? 我们其实 无论是 我们自己 我作为一个 就读中药的 一个不业生 甚至我们教授 甚至用了很多茶疗 喝了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有没有究竟将我们 传统 遗留下来的这些功效 真的可以很清晰地 完全发挥到它的功效呢? 那我们就要透过现代的方法 慢慢我们要一步一步 将它发展 和做完善出来 OK 那我们都见到 现代有些文献的茶疗功效 说是说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茶疗 其实由现在就不同了 以前我们要找人试 看下行不行 究竟它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先感受限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科技发达 我们用不同的茶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知道 数据的转变 身体的转变 包括什么? 究竟你喝完 譬如荷叶的茶 有降血压作用 你喝完 血压有没有变低? 而变低了 你饮用的时间 你那个年龄是多少呢? 你饮用多少分量呢? 这些全部可以做记录 会比以前更加容易 将我们的茶疗再进一步提升 而且可以跟其他不同的人 去沟通和交流 如果对比我们以前的时候 我喝这种茶是降血压的 但你又不知道自己 要去医院才能够 完全是没有方法够到血压 你怎知道自己有没有降到呢? 但现代不同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知道 喝完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功效 也正正是这样 我们除了以前前人的智慧 我们阴阳五行中 基礎去运用茶疗 我们现在现代都应该 用更加有科学support 即是有科学支持的方法 去令到我们中国 一个这么深远的茶疗文化 继续向前走 我们再透过一些接着 就会带大家 刚刚讲完传统的东西 慢慢带回现代 我们会再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以及究竟有些什么 我们香港原来已经在做了 我们由传统讲的不同的功效 其实很难做的 意思是什么呢? 譬如有位朋友跟你说 你应该要喝解表的茶 你应该要喝理血的茶 这些字眼大家会比较难明白 但是如果我们说 一些叫做清热气、消贼、护肝、熬夜 要喝的茶 这些名字就会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都发现 现在很多的商品 大家都会看到有这样的字眼 意思是什么? 因为文化不同 要大家明白解表这两个字 我相信刚刚听我说完的 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 应该比较少些 除非你真的就读过中医的课程 所以现在现代化 我们都要将一些不同的功效 要做一些规范 让大家容易明白 而不是传统的不行 是传统都是好的 但我们要让大家容易明白些些 OK? 我刚刚提及到 其实现在整个的养生 都电子化了 例如是什么呢? 我们基本上在我们这一部机 我们看到一只手房 螢幕、螢幕、螢幕的我们的右上角 这一部机看上去 好像是量到血压的 但这部机除了量血压之外 它可以量到血管的硬度 就是你大概血管健不健康 这些技术在现在已经做得到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说 我要量到血管健不健康 以前可能很困滑 究竟我要在哪里量度 其实现在一部电机已经做得到 即时出到结果给你 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基本的血压 而有些血糖血压 即是潜入在一个晶片 在自己的手臂里面 你每天电话靠近 它就出了结果 也有一些电子手标 是记录大家什么 早上起床、血压多少 电话是否记录大家 睡觉的时间、钟头多少 其实全部都已经记录到 甚至是你每天吃那些什么 你拍照就可以做个记录 以前可能要拿一本书出来抄 是不是? 其实现在我们的电子化 或者是一些叫做智能化的东西 在现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在在座 我们这么多位来说 手机大家都会有 是没可能用的 而它不停拿我们不同的资料资讯 究竟这些资讯如何帮助我们 维持好我们的健康呢? 接下来我想说一些 我们养生的未来的发展 其实在政府的创新科技署 资助他们已经做了一些 监测人体的睡眠 大脑细胞运作 以及一些中医的诊症技术的结合 刚才那条短片其实说些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的形象深刻些 对比起传统来的 我们要喝茶 或者做一些茶疗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可能有些衣丝把蜜 可能是一些专业人士跟你说 你的身体症状是怎样? 你自己的感受 原而写些可能是茶方 再做配茶 再给大家回去冲炮饮用 但是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的做法 基本上就可以将大家平时 自己可能早上起床 它可以量到我们睡觉的时间 那个睡眠的质素 心跳率 各方面 它已经可以是融入去 那个系统立即分析 做了一款茶给大家 然而大家可能拿回去喝一个星期 就发现无论我睡觉 各方面或者血压 那个数字真的下降 是立即可以查到的 是检查到 而这些技术的方便 是在我们以前做不到的 但藉着我们的科技进步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用的茶料 我们都发觉 这个数据茶料方法 原来已经可以将以前传统的茶料 去再进一步去提升 令到不同层面 不同国家文化的人 都有机会用得到 整套系统 而不是单单只用来消制 解离 或者喝完个人舒服一点 接着我想说一点 就是关于一些 茶料 现在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其实现代的茶料 是已经可以证明和做得到 改善三高 在2023年的时候 营养生这一间的营养茶料 的中心 在香港其实已经研发 和拿了专利 是可以做得到 大家不用西药 或者是减少西药 或者没有额外西药的途径 我们用天然茶料方法 可以将三高降低 这个究竟有多重要 即使我们中国人 一早已经有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一些配方 原来可以做到这样 而一直没有人用 去到我们2023年 才可以正式申请到 一些正确的专利 指导到市民 我们可能很担心西药 会有过问反应 很担心长期要依赖西药 但我们都可以做到 释降的控制 而这个究竟有多突破 我们要想一件事就是 全世界的三高 其实一直 由西药 即使是 大家用了很多年西药 都有听过 不同的减三高 控制三高 脂肪肝 高血糖 高尿压的方法 但是这十年前全世界的指标 甚至香港 是从来不会因为 我们多了西药 而这个数字有减低过 是每年都在升 如果大家用的西药 或者现代目前的方法 是做得到的话 那根本三高的数字 是不应该不停地上升的 我们看看这幅图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这是香港 这是2020年人口的健康调查 大家要留意 因为很近期的 高血压有19.5% 他调查的人口 高血脂有15% 高血糖有8.7% 我们可以看到 百分比来算 高血压和高血脂 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然而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高肥胖和慢性的疾病 其实是越来越年轻化的 我在两年前 去和大家做讲座的时候 我和别人说 香港大概有4个人里面在座 有1个已经有三高的问题 但现在2020年看的数据是 3个或者2个人 已经有1个有隐藏性的慢性疾病 数字是多么惊人 大家留意一下身边的病 可能以前是三高 都是我们老一辈的人才会看到的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 30岁、28岁、40岁 有些人已经开始吃三高的药 而这个健康问题 其实我们需要正视 因为我们长期用西药 我们发现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 有人已经出现不同的人 不是个个 但对西药的副作用 其实大家肯定是知道有的 大家知不知道 在三高我们吃西药的时候 才用西药长期 会有些什么普及 或者普遍的副作用呢? 第一 那个思考能力 和个人越来越 好像记忆力有些衰退 如果身边有些朋友长期用 你看他会跟你说 可能记忆力是迟了慢了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磅数、身体 他好像每一年都平均增加磅数 以5%为一个基准 甚至3% 这是我们临床实际是见得到的 第三 当然有些问题大了 就是肯酵素超标 就是他对西药有一个过敏反应 一使用的时候 个人的肯酵素更加高 而这些人 如果对普通控制三高的药物 是过敏的时候 三高来到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但是原来我们传统的茶疗 我们的祖先 很久以前 一早已经有一些很天然的方法 是铺排了给我们 但是也是那句 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要喝多少呢? 分量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使用的问题 我们再看下去先 刚刚也说过 就是我们香港 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方法 和一个希望 和曙光 我可以这么说 由浸会大学 我们由大学的研究室 去做的研究报告 在一些营养中心 我们试行过五年 亦都拿到今年去专利 我们发觉原来三高 已经的确 是可以减少肥胖 和预防三高 甚至可以令到 食用西药的剂量 慢慢可以降低 但是这一件事 在透过见到今次的 我们这个讲座的时候 和这个45分钟的讲解 可能大家才会慢慢知道 原来香港已经做到这样 而这一件事 是世界上 应该数据茶疗的 这个概念 或者这个技术 是香港独有的 暂时来的 因为我曾经看过 我们这个技术 是和世界各地的药师 我们试过开会 他们是很有兴趣 对原来可以将 我们传统草药的材料 原来可以将它 数据化的时候 原来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而不是 你的腸位好些 你喝点普利 而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做得更加深入 接着来到一些现代茶疗的功效 究竟做到什么 和一些传统图景 这一幅图 其实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是什么 你会知道究竟 人体是怎样 可以令到血糖才能控制到的 其实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血液里面有葡萄糖 吃完就会升高了 就是会升高了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肛细胞 去令葡萄糖进行一些叫糖解 由葡萄糖做糖解的时候 我们会将葡萄糖 变成一些叫做ATP 就是做一些能量 给我们去动 所以吃饱的时候 我们吃完的东西 就会开始拆这些糖分 OK 那我们去做这个糖解的时候 如果我们处理得比较慢 处理得比较慢 处理得不好 血里面的糖分就会过高 就会产生血糖的问题 那我们透过原来我们传统的茶疗 这些配方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G6P 变成一个6PG 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吸糖 用糖快一点 血液的糖分都会减少 但是这种用的方法 增加的途径 正正就是只需要用一杯茶 而不是药物 而且我们是做一些血糖控制 用茶疗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甚至我们发现使用者 或者是一些有三高的朋友 大家是否很害怕吃白饭 如果有三高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立即合脏了 但是我们都发现 在这几年之间 不同的使用者 其实吃白米饭 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量需要控制 它不是十我不醒 我们传统中国人吃了这么多千年 只是大家吃的量 和各方面的比例做得不好 另外到血脂 血脂这个就重要了 因为血脂影响的东西很多 大家经常怕脂肪肝 脂肪肝和脂肪肝 除了脂肪肝之外 演变成什么呢 首先脂肪肝是第一步 第二步有机会纤维化 第三步就硬化了 之后会肝癌 但是大家要留意 不是那么可怕的 意思是什么呢 肝疗是一个很强 很厉害的器官 全身这么多的器官 来计 只有它懂得自我修复 修复的意思是什么呢 假设它受了伤 被人切了一点 它自己都会尽量修复 因为它是支持全身体的功能 如果它不行的话 全身都不行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肝疗 是一个很活弱 和很有用的器官 大家要多疼它 但是如果我们的血脂 控制做得好的话 那我们的肝疗 才能证明它是运作正常的 而我们在传统的茶楼里面 可以促进脂肪分解的过程 令到它在血里面 或者我们的细胞分解脂肪快些 令到我们三高的情况 都得以改善 都是同一句 就是我们喝一杯茶就可以了 喝一杯茶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我们以前回流下来的 最后 除了我们刚刚的血脂血糖 我们连血压 这些已经是经过实证我们做到的了 我们都可以令到 血压我们是控制到的 因为我们可以提高体内 COD的酵素活性 减少一些活性养 对血管的收缩刺激 从而是减少血管阻力 以及降低我们身体的血压 说到这三样东西 大家可能立即会想 我要喝些什么 怎样用才行 其实刚刚都已经有些 大家拍了照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们有些中药材 其实很简单 荷叶大家有听过 笔旗大家有听过 笔旗大家有听过 五味子应该也有听过 就是这么简单的成分 它只需要一个稳确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把整件事做得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数据化 因为我们也发现 查料的功效 需要看不同的年龄 譬如男士、女士 三十岁、四十岁 你是根年期尾 或者你月经情况是怎样 我们要透过身体不同的指标 不同的指标和不同的数据 才可以得知哪一个 饮用的方法最适合它 我们也可以透过数据去收集 包括我们有100位的人 用同一个的查料方法 原来他们的功效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找得出 究竟做得挺好的那堆人 究竟他们的数据有什么共同特征 包括他们是不是童年龄 他们是男孩 他们是全部肌肉的指标是多少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 就可以分解很多不同的问题 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医师 去看完我整个身体 才找到对自己的查 未来是不需要这样做 应该以这个技术继续进步 我们的数据收集够多 只要我们知道一个人 你的身高、体重、年龄、血糖、血压 你告诉我们你想做些什么 我们看过往的人在喝些什么 你用同样方法 你应该已经做到 是非常快速 而且你可能每10天 就可以改变的一件事 而不是我一直在喝一个普利 在喝一杯菊花茶 我喝了10年 但我都不知道自己喝的份量是否正好 身体有没有转变 这就是未来我们的查料可以继续研发 和继续做下去的结果 我首先要说一点 我们不是说传统的方法不好 传统方法都要继续保存 和加以运用 运用的包括我们的中医基础 临床理论 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更加多的 一些叫做 现实里面我们容易接触 和可以运用到的方法 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甚至是外国的人 他都可以用得到 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数据 什么是身体的肌肉 蛋白质 脂肪比率 血压血糖是多少 但是你跟他说解表 我们翻译做英文 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要将传统的东西 继续传承下去 和诱发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多些思考 想想未来的东西如何运用 我们这里就会看一下 一些真实的例子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究竟我们刚才说的柴链的运用 是否真的可以令数据有改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在用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案件是2022年8月份 其实脂肪是13.3 他饮用两个月之后 脂肪是去到11.9 而我们在过程里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新的运动 加进去 他是正常饮食 但你只需要用一些 对自己身体数据的查料就可以了 而内藏脂肪都由4到3 内藏脂肪的意思 就是包住我们身体器官的脂肪 这一件事很难减的 因为做运动 除了HIRT 头5分钟我们是有实验 研究证明是可以帮助 减少内藏脂肪之外 其实我们是未找到任何新的研究 说什么特别的运动 可以令到内藏脂肪降低 由于是这样 所以大家应该发现身边的朋友 不停大量做运动也好 都没有见到那个三高情况有明显改善 应该有感觉 对我这一句 情况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使用查疗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叫健脾对肠胃好 我怎知道健脾了肥呢 或者肠胃好了 原来中间我们身体的肌肉 由于我们的肠胃好些 对蛋白质吸收叹了 是会提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11月 也看到1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肌肉 是明显是会提升了的 而另外中间的脂肪也是会减少 所以我们一般 如果查疗在你身体用得对 你会发现原来肌肉会上升 而且中间这里的肚子很滑 脂肪会慢慢减少 这就叫做实症 而证明大家自己一直在喝的东西 是帮助自己的健康做到改善的 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专理查疗技术 未来的发展 我先给大家一个画面 大家平时在自己的屋苑 应该有见过很多的健身中心 各方面的 现在的技术发展到怎么样 可能未来大家在健身中心做完运动 走出门口的时候 有一个萤幕 那个萤幕认得你的样子 然后你只要在上面输入 或者跟他说 我想睡觉睡好些 我血压 因为你的手标 可能计算到血压有点高 他收集这些数据 你回到家 那些茶 因为他知道你的数据 他结合了 他会送上你家给你喝 你下次再做运动 他就会看回你的数据 你血压低了 他就会再建议你喝其他东西 未来是可以做到这样 而开始的地方就是我们香港 我从今次来说 其实很想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是有 香港的一班 我们研发了很多 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 其实走得很深远 走得很浅 但是也是很多的市民没有留意到 刚刚说的这个数据茶料的技术 其实在五年之间 是帮超过数百位 有三高 吃不到西藥的朋友 但是究竟 我们香港未来 怎么可以有我们赢的地方 或者一些首创的东西 可以继续走下去呢? 就需要我们港大市民 对于我们自己本土中国的文化 和新的技术有更多的了解 藉着这次的45分钟 我都相信大家会在此明白更多 虽然不是一步 就立刻可以知道 整件事是怎么做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有能力 以及以认知 原来我们香港都有很好的 不同的科研 是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的 在扩展的层面 包括有不同的范畴 我们发觉有不同的查方 在数据揭出就是 脱头发 大家都经常听到 濕眠 濕疹 癌症 我们叫做Cancer recovery the patient 吃完可能是一些化疗药 癌症病患者之后的调整 再进去是什么呢? 鼻敏感 再进去是什么呢? 越经不调 我们是数年间发现查疗 它应用的地方是越来越广的 但是我想说的地方就是 在使用这些的查疗 其实它最终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达致人 不要在病先来救急 中医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智慧 我们叫什么? 治未病 一定是未老就先防 未病就先养 跟西方传统不同 就是我们病 用药去吃掉它 但我们中国不是 我们一向都是 比较味与纠谋 就是我们会在想 究竟如何可以保持到 身体整体的调整 是做得更加好 而这种东西 我都觉得在一个查疗文化里 是完全全体会得到的 而且我们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可以 运用在不同 刚刚说的那些 屋院的健身中心 甚至一些老人院 那些老人家 其实他们都很需要一些 的查疗帮手 因为大家有感受 一定有身边的年龄 比较大的吃西药 大家想想一下 我们有新的技术 就可以令到 他们减少吃西药的 每天早上吃几十粒 但变成喝一杯茶 在提早做到预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社区的改善 而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 都是一个营养和茶疗 可以全面化一些 除了茶疗方面 都有不同的营养中心 或者健康的地方 是配合多一些 一些正确的饮食方法 和一些茶疗的配合 让大家用多一些 数据的茶疗 而不单止就是 我只是喝香片 或者普利 这就是暂时 我们的专利茶疗技术 它未来发展的一些动态 好 我暂时说 就分享到这里 就到了一个问答环节 多谢大家的时间 好 我们多谢苏先生精彩的分享 令到我们获益良多 接着下来是问答环节 在座各位朋友可以举手发问 苏先生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网上的观众也可以透过 网上平台提交问题 我们现在先回答现场观众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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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对身体没有那么好 还有茶的质素会参差 如何控制这方面 这位先生 问的问题其实非常好 所以我们为何提及 就是我们以前传统 遗留下来 我们为何要进步的问题 就是由于现在种植方面的药材茶叶 因为是个土药问题 农药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 所以我们中国国家的药典 其实就很明确标明 不同的中药 和一些可能是要用到药物的茶料 其实我们要严格控制一个叫做 制毒性的量 其实只要你不超出那个范围 人体也是有力排出的 但是我们刚提及的一个 现代化的数据材料 就是正正解决先生刚刚提及的问题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喝这一只茶 他最多只可以喝多少现异 可能他一直使用下去的时候 都不会有超标的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化 大家可能看到一执菊花 或者一执茶叶 一手执 你不会知道他产量 农药多不多 那你就很难控制到自己 会不会有超标的情况 而且再进一步来计 其实现在的技术 我们可以验到 重金属测试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喝茶叶 或者喝一个长时间在座 其实你开头那些重金属测试 知道自己有没有农药 或者重金属测测 当然对你的身体 更加利用会好些 因为如果重金属测测 包括我们见过 有些人可能长期喝茶叶 如果真的产地不好 是会有水银在身体积序的 要排出来是很难的 但是有些什么可以见到 他人会比较鸿 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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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能建议都要做重金属测试 如果用什么叫长时间 超过10年 6年 而且我一向都不管了 我觉得我冲动很浓 我觉得很舒服 我才会停的 这一堆你要是留意 新的我们香港做的 新的技术 数据测试 它基本上限制了 每一个人大概不同年龄 你饮用的比例和分量 你即使饮足10年 或者一年 它是不应该有超标的情况 这就是新技术的好处 所以先生问这些问题也很好 另外也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说种植茶疗和中药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随着社会发达人口增长 中药材种植出来 其实它的质素已经变低了 即使我们有基因加工去做 先讲一下野生心 哪里有野生心 现在没有野生心 只有一半是野生 都是人去搞出来 全部补充 虫草也是 其实量不多 挖也是很困难 黑色的枸杞 黑狗杞 大家常说黑狗杞很好 我可以跟大家说 香港市面上 差不多四成五成 我常常都看到假货 譬如一粒黑狗杞 正常的粒 植物的粒 是否应该是青青色白色 但你看到那些黑狗杞 整粒都是黑色的 即是染个色 其实我看到这些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们作为药师 在广州清平市场 我们去看中药的时候 根本是有个位置做假药材出来的 但这一件事是因为公不认求 大家有听过安公牛黄丸 大家很有印象 以前五六年前 大家知道四五百元一粒 现在是一千元一粒 因为药材是越来越贵的 因为越来越难处 越来越难处 越来越拿 包括茶也一样 产地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好好利用 意思是什么呢 真是知道我要喝多少 就拿多少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我很揮霍的 我多钱一斤漂亮的普利 茶饼 拿出来就这样去 可能未来我们都要看看 量究竟应该是需要怎样 这个问题可以引发很多思考 谢谢 我想请教一下 刚才所提到的茶料 中间可以是没有茶叶的 譬如用笔企、杞子、红棗 跟我们一般看中医、食中药 分别在哪里呢? 多谢这位小姐 今天来这里很开心 但今天问下这些问题 都真的有听我说 其实是有什么分别呢? 以前我们一开始 其实是先用茶的概念来做的 以前我们可能是很古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山草药加水 那个概念就好像是茶一样 煲一煲就喝了 到后期才是染化 我们有雷公炮制 将中药有毒的中药再演变 就变成药物 所以刚刚也说 以前传统我们叫本草十位都说 药物自百病 但是茶是自慢病 就是在未做之前我们用茶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茶本身我们用的份量 其实没有中药用得这么多 先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说的笔旗 或者是棘子 我们用中药 或者一般医师开的药荒 以药粉 以15克至30克来计 但我们做茶疗 我可以告诉大家 2克已经可以了 每日 由于量比例是低 那么多的时候 变成它的影响 或者各方面 是完全不同 另外功效也是不同 我们做茶疗 其实可以适合一个长期使用 因为它是控制 在一个很稳定的范围 譬如我们作为药师 我们知道中药材 它本身重金属 或者毒素残留是多少 我们可以安排你喝茶 喝一年十年 但中药未必可以 意思是一个医师要为你治病 它开的浓度可以很高 举个例子 北齐50克 我想问 你一包茶可能2克 你50克都可能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但你一日50克 你一个月就喝很多下去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后续 就是长期使用高浓度的中药安全性 这是另外一个要探到的问题 但茶疗的量的确一定更加稳定 所以最主要有什么分别 就是我们在无事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喝这些茶疗 但是中药 当医师很有经验 他知道我开给你是为了保健的 我当然都相信 我们的中医师的专业 他当然可以开给你的量 比较低 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相对地 茶叶还有什么好处 就是茶疗 你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我不需要每次见到医师 因为我只要知道 我数据大概的比例是怎样 身体肌肉有没有好些 个人感觉有没有好些 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 你就可以自己做 但是所有的中药 我们刚刚说的中药问题 你一定要专业人士中医去开给你 如果因为有皮肤敏感的问题 怎样可以透过茶疗 去改善状况呢 这一方面的研究 其实就相对比较少 因为我们知道有不同的中药材 或者是一些茶疗用的成分 对免疫力很有帮助 举个例子 北企大家听得最多 我都经常说 党心 大家都听过 白术都有听过 健脾胃的 甚至一些福灵和甘草的配方 都是很简单 很天然的药材 这些都有帮助 甚至是玉桂 玉桂粉 我们平时可能会有 听过用过 这些都有帮助 但是它要做到皮肤敏感方面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思想来说 皮肤和腸胃是相连的 所以无论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都会借鉴中医的角度 甚至在我们的技术层面 我们都会看到 如果我们做一个茶疗 它令到它身体对蛋白质吸收 叻了 例如见到它两个星期 一个月肌肉上升 没有做运动的 只是饮食正常点 喝了茶疗 肌肉会升 即它腸胃好些 发觉它肚脏少了 变相我们发现它皮肤的情况 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这一个 还需要更加多时间去研究 而且在这一方面 没有刚刚我们说的三高 高月糖、高月压 那么容易 简单直接给到答案 但是我们的方法会是这样 不过即使现在 我们在茶疗的情况 它是做到这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想要 它的速度更加快 在我们中医来说 已经可以做得很好 甚至我皮肤很痒 皮肤很干 去中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药 其实已经做得到 但是当然你康复之后 我想去做一些保健 我不想吃 未必我需要每周去见中医师 有适当的茶疗都可以帮你 去做那个根本 可以这样去看整件事 和去改善整个问题 有位朋友说到 他本身吃开一些西药 但是又想试一下 用茶疗去调理你的身体 但是他有点担心 如果和西药会不会有狀的情况 这些又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都会担心 中药的农药残留 会不会有毒素 究竟我们平时喝中药的时候 和西药的状况会怎样 所以我们会有中药师 香港也会有中药师协会 有专业人士会去做相关的 一些咨询和询问 在内地已经很成熟 我们叫药师问诊 我们会见一些中药师去问 药菜会不会状况 香港没有 但是内地已经很成熟 而在这个问题来说 其实我们发现 这么多年来说 是没有特别的冲突 因为甚至是有帮助 举个例子 假设这位的客人或病人 他本身需要帮忙 是血压问题 他在吃降血压药 当我们做到的茶疗给他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西药份量不变 但是用茶疗涉进去 在他见医生的时候 血压再低了些 就可以跟医生申请 我的药是否可以降低一点 而逐步慢慢将西药去解除 这是我们临床确实实见过 和做到的 亦都是这个数据茶疗 未来可以带出来的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不用西药 究竟这个方法行不行 我可以说是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在临床现在做 已经是做得到 有成功的个案做到 但是要一些时间 逐步逐步 因为你不能够 我给他一只茶区 立刻停西药 不是在说这些事情 我们都需要一步步 两方面协调去做 是会做到的 是 你怎样看数据茶疗 可能在比较遥远的未来 你觉得会怎样发展 我觉得因为 我本身整体的技术 其实我们会由 2023年 就是我们这里在座 大家都知道 已经是确实行得到 其实未来的发展 很简单 就是 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都会知道 我们做茶疗 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他们怎样学 或者如何再进一步研究 和了解 就要透过这些数据茶疗的方法 因为要由他们 由头到尾 去了解阴阳 是很难去做的 很难 即使我们有很多中医的东西 去做翻译 其实很难文化之间的限制 但是数据可以 我都重申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 数据茶疗 引申的有很多 第一 自动化智能机械的配合 可能少些的 专业人士 但是一些机械的程式 可能我们对着他的电话 他已经告诉你 今天要喝什么茶 第二 就是一些其他国家 世界各地 他们要用的时候 如何去学一些套 比如我们都想收集 我们本土德国的数据 喝不同茶 他都要学会 我们香港人 究竟是香港这套文化 这套系统以前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们香港 会是第一个模型 将我们传统的东西 重新再塑造出来 去将整个茶疗 推出国际化 就是我们在用这种技术 我自己很相信 这个是和外界最好沟通 以及在未来 一个保健市场最好的方案 因为我们都相信 未来大家还想吃西药的机会 可能性是越来越低 大家其实一直 全香港人都在寻求着 无药物健康的方法 但是其实 几千年前 这些概念已经在了 我相信 这个会是未来保健的未来 好 多谢苏先生的分享 今天的讲座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再次感谢苏惠明先生 也都很多谢 这么多位现场和网上的观众 参加今天的讲座